梦幻赚钱梦幻花 实力不够 继续往里达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初心 昨天已经是把黄针给干趴了 天书也重制了 而且龟虚最近也没怎么收得到 所以今天显得格外的悠闲 先去把今天的两神气给做了吧 第一个三星天刚硬走起 最近玩的有点多了 发现有那么一丢丢的你 感觉有时候刷的时间太长了 其实对自己并不是太好 如果是经常刷到我视频的小伙伴 你们就会发现我周六的时候 基本很少会更新作品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偷懒了 难得休息日还要再上梦幻班砖的话 这实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 不要被游戏给束缚到了 来看看今天的神气奖励如何 变异修炼过一个受决一本 这波奖励也还算可以 起码有一个物品是值钱的 接着继续把神气棋也做了 三星轻则普制会走你 这个神气战斗次数很少 如果是全鸟队杀的话会相当之快 像我这种双物理杀就有点难受了 因为后排怪都是物抗的 物理输出很难打的动 所以杀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奖励也是直接拉闸了 一块强化石就打发了我 十二点半去蹲一波天罡 以前这个位置是经常有人的 今天居然没人在这里守着 这倒是便宜了我 这种全输出的天罡 我是最怕的 一个操作不到位 就是两三回合直接量量 天损星一般开局 就是全力点杀主怪 然后第二回合一定要起罗汉 不然四个鬼法秒过来 那就是直接崩盘的节奏 只要主怪死了 罗汉也能衔接得上 那基本就是稳过了 十七分钟才结束了战斗 碎片除了一块浮石 其余的全是积分 接着把本周的最后一个九色鹿给刷了 杀到魔灵这里依旧是空空如也 就是不知道boss会不会给惊喜了 又拉西了 直接是从头空到尾 惊喜怕是没了 惊吓倒是有 两点半又点到了的天一星 这个天罡 只有一星难度 怪物的伤害也是很低 他都不配我起罗汉降伤害了 反正压根不带荒的 直接就是疯狂输出就行了 九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碎片就先存起来等周日再开 万一这两天给发光岂不是亏大了 接着继续去开的后翼上 这虽然是个杜劫的副本 但实际上很多129都是能刷的 毕竟怪的伤害也没想象的那么高 但是后一下杜劫以下的等级就没那么好刷了 毕竟这算是瑕士里最难的一个本了 boss杀完就给了块强化石 真是拉中之拉呀 继续再开个红孩 这种消耗时间短的副本 就适合在每个整点的时间刷 这样刚好杀完就可以去蹲天地了 直接就是把时间算得死死的 红孩杀完奖励基本都是一堆垃圾 根本不值得我一提 接着继续干副本 蹲皇上就是直接走起 这个副本跟后翼难度基本差不多 杜劫以下刷上步还是能过的 但是下步可能就有点悬了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般般的好 那种十加六的129大佬 刷这种副本就跟完一样 一组虚拟直接退就完事了 Boss杀完又是空车了 还好副本结束的时候 给了颗摇钱树 这算是安慰奖了 把今天的长寿保底给杀了 今天刷的是天满星 也是很废柴的天刚 队伍抗性好的话 开局就是直接点杀神风 不然三个神风一起出手封印 那还是相当的恶心的 抗性不好的话 那还是乖乖的优先杀术出吧 辅助随时偷酒精轻就行 13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保底杀完 继续开个空车喉 这次依然是走我最喜欢的三皇子路线 能不能出货 就看这三条老给不给力了 不过这次运气也是相当的不错 三个皇子杀完后得了柯叶光珠 时候杀了三个多月都是空车 今天他总算是站起来了 接着收了水友的大闹Boss 大闹不出200万的物品 就是亏钱 至于为什么 你们有人能算得懂吗 而且听说杀死鬼将的话 出货率还会有所提高 这次就是让他直接一路躺到底 雷神神用了四次之后终于是挂了 奖励给了本兽爵 一个C66 两颗垃圾如意丹 还有个115连腰石 既然大闹不出附魔 那就继续干通天河 这次依旧是选择杀小怪 感觉只有小怪的奖励才会有些 Boss基本都是空车的命 而且小怪还能挂机杀 这就相当的虚服了 通天河杀完就给了本兽爵和一个彩果 看来这周是与附魔无缘了 统计一下今天的收入情况 值钱的物品大概能卖个500W吧 半车保时值个60万左右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加起来的话也有个100万 每个号的现金收入有198万 五个号就是990万 一共加起来的总收入就是1650万 能刷个半坨菜我也很满足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记得给个小红心和关注哦 谢谢观看